今天挑战拳网最细致 最手把手保姆式的教学 教给大家如何从零学会养护绣球 以及理论跟实战一起操作 当心吗 视频有点长 挺耐心开玩的 首先大家也都比较喜欢绣球花 开花比较好看 但是买到以后不知道怎么样换 不知道怎么样养护 咱们首先就从收到手以后 怎么养护开始说 像咱们家在售卖的 这个是一个1.5加轮的一个规格 当然了前面那种是1加轮的 咱们现在收到的这种描情 是已经春化好的 又已经休眠好了 上面这种小雅点 都是已经休眠好的了 等到温度合适的时候 在15度以上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长成这个样子了 绣球是长得很快的 它休眠期也是比较长的 下面都是很多的雅点 什么时候该换盆 什么时候不该换盆 第一步先打开看根系 这样扣过来 等到根系像这种已经长满了 就是可以换盆了 或者话说 我什么时候该换 什么时候不该换 就是看根系 根系长满了 就可以换盆 换盆的时候 选盆很关键 选盆的时候 不要跳度过大 你像咱们这个1.5加轮 换到的一个极限 也就是一个5加轮 你再大了以后 它长不了那么快 就是5加轮 基本上是一个极限了 接下来 咱们把这个放进来 大概比划比划 你比划比划的时候 你感觉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你看到底部 底部的时候可能感觉 哇 这个太深了 您就稍微垫一些桃里 当然也可以用花生壳之类的 就是那个像核桃壳之类比较硬的 或者石头尾 砖头块来代替 稍微垫一垫 为了是增加一个透气性 选择花盆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定要选择一个排水透气的 不排水透气不行 接下来呢 就是选土了 选土的时候呢 尽量的要选那种松软透气的 我们家也有这种比较好的土 不建议大家去为了省钱 选土的话 不建议大家省钱 用一份比较好的土 这个是进口的泥炭 为主要原料去配方的 垫一层底土 很多的话 在养护的时候呢 害怕就是出现一些 那种病虫害 很多话说 老爸一呀 我老是得红蜘蛛啊 老是得一些个病啊 在那那的 大家选一些土过来 然后呢 往里面加一些药 我手里面拿的是一个 小粉药跟小白药 大家如果再想省钱的话呢 您可以用多菌磷 或者是碧虫磷 加来呢 加入一部分 这个蓝色的呢 叫小白药 它是杀虫的 它可以预防小黑飞啊 戒鞘虫啊 这个呢 是一个杀菌的 它预防这个烂根啊 杏斧啊 白粉啊 都效果非常好的 大家操作的时候 戴手套啊 像我这种农民的话 比较粗糙 糙了哇唧的 就无所谓了 这样大概拌一拌 当然了 像这种石器呢 家里面温度又合适 大家有时候 又问是什么肥 要不要摻羊分 用到这种进口泥碳土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羊分了 可以选择 我手里面拿的那种 花了多优质颗粒控制肥 你如果说想省钱的话 可以用凹率一号 适当的可以多加一点 这个没事 它不爱烧花 就是有点烧钱 好 稍微拌一拌 那这就是一份 已经参满好的一个土了 比如花了 会问呀 老花你们这个蓝色的颗粒是什么 这个蓝色的颗粒是调蓝剂 这个是调蓝剂 你们可以放 可以不放 我们大棚里面追求的是一个 商业价值 我们会放一些 因为会随缘地去给它调 成功失败 无所谓的 加拿大概比一比 可以稍微再往里面 加一层几 如果说花盆很深的话 就垫草粒 如果说花盆很浅 咱们下一份的时候就不会垫了 待会再跟大家说 换一个比较小的时候 咱们接下来就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就是塞涂 这时拍打盆壁 与根系充分接触 不要埋得太深 好 总结一下 什么时候该换盆 第一步呢 看根系 根系长满了就换 根系没长满了 可以过点时间 换的时候最好是等这个盆土掠干的时候 掠干一点的时候呢 咱们在换道盆里边 可以浇一边透水 花盆很深 就垫淘里 不深的话就不用了 选土选盆 一定要保持一个排水透气 就像人穿衣服穿鞋子 一个道理 那么呢 肥料底肥 看自己的温度 如果在15度以上 恰巧在它的生长周期 你竟然敢招花药 如果说没有在生长周期 你可以不用换盆 在你们那边待一段时间 它也死不了 药呢 可以备一下 期间预防 当然了 这个不是说必备 这个是可以 这是一个选择体 等你有病了 你到时候再用也行 不是等花有病了 大过年了 不是说等人有病 之后呢 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绣球呢 在春天的时候 可以全日照 这个没事 但是在夏季的时候 要达到60%以上的折音 它还是比较 相对来说呢 跟人的皮肤一样 如果说过晒的话 人的皮肤也受不了 这是光照 浇水呢 以后就是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教给大家一个技巧 很多花友呢 在判断不了干湿的时候呢 您可以找一个 比这个再长一点的竹竿 就吃糖葫芦的 吃羊肉串的那种 或者说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您从这个根部直直的插进去 一插到底 每次呢 浇水你判断不了干湿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拔出来看看 有的花友我还判断不了 那你就把这个 干的这个筷子放一边 两个对比 你感觉哪个 感觉盆头干了呢 您就浇 还有一个呢 就是观察叶片 绣球呢 是通过这种叶片 你感觉它软了 搭了发腻了呢 也是该浇水了 那肥料的话呢 咱们用到的这个呢 就是一百天一次 一百天一次 到后期加肥的时候 您可以直接洒到这个上面 直接洒到上面也可以的 不光是可以半途 气温呢 锈球是不怕热的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它非常容易缺水 大家注意自己的一个浇水 排水透气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再系统的 给大家再操作一盆 比较小的 让大家更充分的去看到 怎么样操作的 你看咱们换到的这一盆呢 就可以不用加涛力了 因为它盆子的底部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深 感觉 这可以说是全网锈球最全最细致的一个养护攻略 已经手把手的去叫削了 然后呢 像大花锈球的话呢 光照的话 还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就是跟皮肤一样 你感觉到温温暖暖的 它这种光照是可以随便晒一晒的 但是感觉到皮肤感觉到很热很辣 你就要遮阳了 它还是相对来说 喜欢那种半阳的日照 像大花锈球呢 一般在零下十度以上都没问题 你像四川的 湖南的 你们都可以放到室外 就是盆栽室外 越冬就行了 冬天的时候就冻成这样了 它干了以后 你再浇不干不浇任何时候都是维持干湿循环 肥料的话在休眠期不用 期胃的时候 基本上一年也就用了三回就够了 这种药的话也是 加肥的时候稍微加上一些预防一下 它全年没会遇到一些个什么复杂的东西 您按照我们这个操作方法呢 95%的都能够说是上手 你就从新手就入门上大身了 当然了我建议新手花友呢 您就不要从这些料签上去省 等到你技术好了慢慢的去省 不一样对吧 肯定要交一些学费了 好了 我是老花一 觉得不错呢 您记得点个赞 下期给大家带来一些个更好玩 更细致的养护教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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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